小时六来了,我们变心了,本来等小时九,要去平津相局咖啡,公车站有人打电话去问,没有樱花了。 跟住大家在东方寺这站下车,听说这里是最后的赏樱地点,搭配唐朝建筑,非常好看,来赏樱拍照的人真多。 大家一直在寻找能不能进去拍摄,却被婉转拒绝了,大家都一直认为是佛门清修之地,所以进不去。 一直到有位重情重义的先生出现,才知道为什么,就算进去,应该也不会拍摄的。 听他说完之后,便决定在附近拍摄就好,跟我们一起附近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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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寺地址是台湾台北市永公路245项24号,主寺是释迦牟尼的佛教庙宇。 建物兴建是在1972年台北市邻区的房虎庙宇建筑。 另外,东方寺的组织形态为管理人质,祭典日期则是每年农历之4月初吧。 哇,真幸运遇到有心人在这里拍摄婚纱照,可见这里的景致非常漂亮, 很容易拍出珍藏版照片。 旁边这里有一棵白色花的树,真好看,大家都在这里抢拍,好感恩刚刚的大姐,鼓励我改变心意, 跟他们一起来东方寺赏鹰,才能遇见这漂亮的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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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橘子花真香 有点抢走樱花的淡雅味道 走到旁的三角梅艳丽 却抢不走樱花的风头 跟大姐们往前走 春天杜鹃报道 巴西的黄花枫林木也在 对面的紫藤花更是夺目飘香 真好看 一地的紫色花瓣 好多人拍摄 这趟旅程真值得 什么都有什么都美 转过小路 还有橘色炮掌花跟吉野鹰 真的美不胜收 还有浪漫夫妻 自备椅子赏鹰 非常让人羡慕 骑驻机车到处追鹰 可见感情不一般 再次视频 大姐们往回走,也赶快跟上她们,她们说准备要下山了,可我意犹未尽地留下,继续补拍一些最后樱花。 长河湖和地鲜餐。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正在找人 他想进去寺里 便告诉他 大家都问过了 不给进 他说他可以 他有朋友在里面 就跟他说 刚才有人在洗东西 表示里面有人 他可以试试看 结果 他真的能进去 他跟寺庙工作人员说 他有朋友在后面 我便想傻傻地跟他进去 他到厕所前问我 你也有朋友在这里吗 他看我听不懂 便直接告诉我 后面这里是灵谷塔 所以我走出来 不方便跟进去 哪怕进去也不可能拍摄 打扰大家 这位先生出来后 跟我简单问一句 是不是要下山 他可以顺路在我下去台北市区 真感恩地说好 其实是想听他的故事 在车上他说了 他朋友24岁时车祸 当时他23岁 他每一年过年都会上山来看他 已经40年了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世上真的还是有这样的有心人 所以一定要分享嘉许他 真让我动容钦佩 古人说千年修得同船渡 无限感恩此生能搭您的车 相逢自是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